要买红准 那个我们知道说 常常都是有这个需要 必须要增加 增加我们的这个国防实力 但是呢我看到说 它其实还有66火箭弹 而且还有很多的库存 库存打不完 为什么 因为高达说3万枚的库存 那既然有这么多的库存 都打不完了 那干嘛还非得要买不可呢 然后本来说是买3000枚 结果还一买买了5000枚 还多买了 多买了这到底又是 什么样的一个用意目的呢 然后不断的在那里秀 说我们到时候 我们的疫情增长了 增长完一年了 到时候大家都要学 如何来使用它 蓝老师 66火箭弹是我们 在过去军队常用的 一款这个反坦克的导弹 的飞弹 那很轻便 很容易使用 一拉开 那么它的准距就会掉下来 你一瞄准就可以打了 那它其实跟红准是相同性质 其实不过是早一代 如果说你真的要更新的话 其实就应该把66火箭弹拿出来打 也就是说让我们的四冠兵熟悉 在进战中怎么去打这个火箭弹 而不是说一个连 只能够有一个兵 然后那个兵做代表去打一个 然后就宝贵的要命 说不能够消耗它 可是弹药你放久了 它都会有过期的问题 还有准确度的问题 还有药包受草等等 这些问题 所以我倒认为说 如果今天国防部 它真的认为说 应该要更换新的红准的话 你就把66的都拿出来打掉 因为那个再放的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那你这样才做量产 更何况你要计算的就是说 你生产这个红准 你的生产线开出来之后 大概你的量产速度有多少 你不要说一次又生产太多 到时候又跟66火箭弹一样 又都堆在仓库里面 保存也不容易 而且有风险有危险性 这个部分都要处理 还有一个我还是要提一下 其实不应该讲是供电案 应该讲是泄密案 那问题也就是说 我觉得国防部在用词这个部分 不精准 因为我在军队这个部门 我也待过 我在反情报总队也待过 他不精准 这不应该讲 这个应该叫做泄密案 就是军队把军人 把一些手上所能掌控的机密资料 泄露出去 那另外他一定要讲说 发展共谍组织的话 到目前为止没有抓到 任何一位大陆的间谍 一个都没有 那老师讲的就是台湾 韩冰刚刚讲的弄到最后 发现没有什么伟大的事 所以都几乎都清判 了不起一年两年 然后另外一个 讲到了国防部讲的不清不楚 我猜应该是怎么样呢 应该是对于营区的军官官兵 做地下放贷 做放款 放款 做放款 然后有人说 这个放款的方式 是用来这个地方 发展组织 也就是说我借钱给你 然后你没有办法还 那我就跟你说 那你这样子 你帮我拿一些什么资料 或是拍一些什么影片 你给我 我给你抵赞 如果是如此的话 你就把它做成案例 把那些名字都用叉叉就好了 把它讲给大家听 不要讲得不明不白 那每次到刑举的时候 就讲得不明不白 到目前为止 一个案例都没有 国防部 一个案例都没有 你把人事基本资料 叉叉就好了嘛 例如说赖叉叉嘛 你就这样子讲嘛 但是什么都没有 不明不白 这样不好了 炒作行为了 好来亮哥 那你看很多的外媒报道 那今天呢 我看到像赵宜祥 也特别又举出了 华盛顿邮报为例了 那你看他上面说 他们的社论这样讲 今年是选举年 那么除了民进党与国民党选举 还有第三方在角逐 那么在关注的就是台湾的这一场大选 可是他说 华邮的社论把国民党定位为相较亲中的政党 而对岸透过戒选按住国民党 中国戒选早就已经被国际认证 遗憾看到国民党仍然不敢谴责 捍卫台湾的民主价值 华盛顿邮报真的把国民党这样的定位 然后赵宜祥拿来是炸作文章吗 好像等于是说 外媒讲的就是对的 你们听好了 国民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政党 看清楚 有这样的一个用意 这样对于民进党的选情比较有利吗 不 那个也只是一个作者写的文章 那这有什么稀奇 美国反中的人那么多 事实上 这个当然国民党自己也要检讨 这个英文的媒体 记者 基本上都是跟民进党在交往的 是 但是 几乎没有例外 国民党内也有很多 懂外交或者是 有没有跟人家在交往 懂外交跟交往是两回事 比如说 他们很多讯息都会去采访民进党的官员 那很多根本就是国安官员放的消息 然后他们就会说 你去访问赵宜祥 你去访问王定宇 就会变成一个网络 久而久之就习惯了 当然是这样 那当然萧美琪一定有扮演相当角色 就是他们很努力在经营这一块 当然也包括吴钊燮 吴钊燮把外媒灯的访问次数 列为KPI 所以 所以这本来就是如此 因为执政本来就有这个优势 那他有资源 他可以去笼络在台的记者 那几乎来台湾的记者 比如说前一阵传那个路透社那位 你去看他写过的文章 全部都是反中的 没有例外 全部 所以他对国民党一点兴趣都没有 因为他写这种文章容易被登出来 而且会登在比较重要的位置 那就难怪了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已经变成一个 变成一个产业了 就是叫广义叫反中产业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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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